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一辆代步的汽车首先就是要空间足够大 因为毕竟很多时候都是一家人坐在里面 如果太拥挤了体验感就会差了很多 这款卡罗拉在这一方面完全能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 坐五个人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剩余空间 让人坐在里面也能感受到舒适自在 对于代步车而言 可能很多人在意的就是它的油耗问题了 而卡罗拉最大的亮点正好也是油耗 它的油耗每公里只需要三毛 这么低的油耗 不管是在哪一个类型的汽车都是少见的 而且卡罗拉的质量还很好 开个十万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完全不需要维修什么的 用过卡罗拉的司机都知道 这款汽车的质量还是值得信赖的 在外观方面也算是很不错 非常的有个性和耐看 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看久了你会发现卡罗拉还是很不错的 在汽车的中间位置还有牛途的标志 丰田汽车霸气十足 而在动力方面也搭载了1.8升的发动机 一般而言代步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还专为发动机的油耗问题 进行了改进 尽量最大程度的降低油耗 这款车算是名副其实的家用代步王了 因为你会发动机的油耗 很多风筹的预防 这款车算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款车算是很不错的 它们的有点差点是否造成的 有点差点是否造成的